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哈斯拉克森罗的官方中文站 我是本站的中文节说明BOSS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2月13日的这场激进 这场是250的Anti-Game 现在Anti-Game的形式大家也看了很多 反正在不同的场次之内也有不一样的精彩程度 今天这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场上各位的发挥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选手呢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眼熟 就是更多是老熟人之间的战斗 这个牌面上35目前是一个理论上的卡2 那他是进行了700的下注 而这个时候的勾圈 那他作为没有位置 但是呢翻牌圈 面对罗德克里斯的下注 也不是说特别凶残的比例 那所以说就试试 当然这种牌型来讲 到了转牌呢 Victor这里是中一个勾一队 光从全牌的角度 他也是不会觉得自己的牌怎样的 那也就是后卫 因为如果是这些像持续的啊有进攻的情况 前卫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 并且那些转牌路德克里斯的这一注在尺度方面还是有一定威力的 因为他是在4200多的底势里面打三浅 这个勾圈啊 其实在很多时候的不利位置 继续游戏的难度是很高 包括你沉碎成牌就一个勾一队 然后沉碎卡顺的这种保底呢 也不太能够足以支撑你继续的这种啊方向的情况 但是Victor还是坚强的call了下来 结果合牌呢是一张红桃4 对于勾圈当然是合牌就继续过了 除非他说想去冒充啊 这个滑色跟自己有关 自己是一路上呃在抽红桃 然后最后到了 但是呢也毕竟来说是一个崩队的局面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反主动呢 你所扮演的这个牌体其实是呃更为的激化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他也算是有一些摊牌价值 毕竟也是中了一个勾 因此就过了 但是我们要说回到 回到路到Chris的角度啊 他是并没有什么摊牌价值 9000? yeah 9000 I was gonna say 8 在他并没有太多的摊牌价值情况之下 最后这枪是来了 9000啊 也是在比例上面呢 希望能够去给到对手压力 那这一次呢也是获得的成功 这个毕竟来讲啊 对手的牌力有限啊 这种时候确实以对手的牌力来讲呢 他的气牌率是比较高的啊 当你给出最后一条接威力的时候 Mike X in the tank oh wow look at Tani she's she's a naughty and nice and that's why 那么Colete 8这里加注到300 之后我们看到 button位置 Mike X是同色A3 Mike X也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了 he don't fold snowman before the flop like Ronny did like Ronny did I can appreciate a bit come on big john don't make a liar out of me okay interesting choice 那么在这个时候 A3是3bet到2400 迎来的是口袋队8的一个跟注之后呢 像K圈这样的牌 其实也是我们老生常谈 在这种时候 你自己如果是仅仅的第一视角 你会觉得非常有机率被主导 那我们上帝视角都会看到这次 其实他跟A3倒是不冲突啊 然后跟88来说 他相对于88也是两高张 但是他自己第一视角 毕竟是没有那么多的信息啊 所以说能够去 在这个时候气牌还是有纪律性的 在长期来讲 那么结果呢这个牌面目前 88 big johns 推了一个allning 因为他的马量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操作工业 所以如果说自己并不想去放弃掉这种牌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似乎太多的其他路子也走不宽了 我们也完全可以去理解他的这种动作性 迈克克斯呢是flop的敌对 所以说他会不会call呢 这个时候确实来讲他需要一定的思考时间 但最后呢 呃也是猜猜了 以及愿不愿意承受这个波动吧 呦呦呦呦呦呦 路上打光也是照常的协商发牌次数 ok 两人呢 一人一变之后是相当于平分这个地区 A7杂色这里把他位置随着背到一切二 大家平时有喜欢看中文结束的视频 那么也是辛苦大家帮忙点赞和订阅 A6两招烘桃这样六七过牌 如果A7的目前是顶对 A7这一枪一线二呢 六七作为抵对呢 也是觉得先尻住这一条接再说 后续呢 反正再根据出牌以及对手的行动情况 但前卫呢就继续过 因为对于他来说没有突然反主动的太多在这里的理由啊 那么在最后呢合牌去张试红桃那 维克特也就是七花 也就最后来说从牌型上他确实是童话牌型 最后来了一枪四千 这枪四千其实还是打的 对于A7来说觉得单张成花的牌面 确实比较重不太能够跟着动 对于A7来说 我需要准备到你 不购买三 你不能得到我来给你 对于A7来说 你不购买三 好准备到三 好准备到三 对于A7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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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三四七砸泽命 目前来说A3抵队K4中队 这个排名A勾暂时是并没有击中啥 No he doesn't Mayhem does Mike X has middle pair That's good Johnny getting a little sticky with the Ace Jack offsuit 转排上过就近视不同往日了 I know I gotta get some flag going I like the flag blowing in the wind You can only win 300 but you're gonna lose 2800 Santa Claus if you're listening And I know you are I would like a shirt with a flag on it For Christmas 来在这个时候K4这一枪1000对A过来说 反正默默的call 这回是相对最维的 相对最主流也是比较安全 比较合理的这种做法 But Johnny Stevens gonna have a Jack And then Mike X Binks the river Bink and Rebing Back door flush comes in but Mike's not too worried about that He's got Kings up 但是盒牌确实K4的运气不错 过山车似的看到一些东西 那么路上Ago曾经转排是大国 但是盒牌还是晚节不保 反正最后这枪6425呢 也就是说去打Johnny的后手 它是一个超时的情况 由于Mike X有的时候也比较灵活 因此一下子对于Johnny来说也是一个猜猜乐 也就是Mike X这次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除了call上去之外我也不知道 是吧 那么call上去一看呢 哎呦 你Mike X是合牌变成的一个两倍牌型 那我也只能是被你抬走一下 Victor's doing this the first time, huh? 哦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六七杂色的这波3bet到1500之后呢 路达克里斯的K格式进行了跟注 这个就觉得自己的A瓜小太容易被主导了 我们来看一下三套的圈四同色 圈四同色倒还是决定要上一上 Pretty good flop for Luda two overs in the gut shot 六七呢是卡巴斯基 K格是卡圈 K格现在是顶对卡圈 因为让K能让他变成顶对呢 其实从一个排行角度 目前的三人底圈是可以的 那六七啊作为卡巴斯基来说 现在转牌也是因为两家过牌 想要动一点脑筋 但实际呢 他到了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纯粹的空气 那么没有任何摊牌价值情况下 他会怎么做呢 就相对来说 在没有摊牌价值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在节目上 很多人偷的倾向会比较高 这种手其实也换句话说 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有非常多的同学们也期待 这种破产的 然后有机会看到 有可能有人pluff的这个场面是吧 来8950的底尺里面 我们要去看一看他到底打多少 这对于纯粹的顶对K来说呢 当然也看人啊 现在甚至这种情况下 就已经跑得很快了 但毕竟来说对手有一定的力度 那我认为路德克里斯去纠结一下 还是蛮正常的一件事 好 好 kola 这靠虽然有一点拆拆了 但是其实他的排例还是有的吗 毕竟对吧 毕竟还是有牌力的 毕竟也并不是说 我真的是非常一般的牌 就是不信任对手 一定要抓着 他自己的牌力也是不错的 虽然从对手的尺度来看 如果真要是有牌的时候 可能按这么打 他也确实有比你强的牌 会这么打的存在的可能 但毕竟来说 没有十拿九五 这个就叫做为啥抓紮的人 多多少少也会掺杂着一些猜猜乐 你只能说长期的评估贡献之下 你认为至少这把是值得你去拼一拼的话 任何的跟注 其实在当场有自己的理由 我觉得都OK 全八四这个牌面的奖真 其实干燥程度上还是比较干燥的 这是比较干燥的 顶队顶梯也是在有力的位置上去进行动作 那武器是卡六 圈五呢 毕竟自己的角度来看 我顶队还是有一个 所以先稍微的跟你们纠缠一下 那 也OK 转盘上五呢 目前也就是让Vickard的圈五两队 现在是比Mac X要大 那Flop的时候呢 自己是顶队顶提到了转牌对Mac X呢 他虽然暂时我们上帝视角会知道牌型上小于圈五 但是概念上他现在毕竟是TPTK加童话听牌 那所以说这个牌呢 在有力的位置上 因为由于纯粹的顶队 他知道自己也有可能是大的 所以再加上这个童话抽牌的保底的话 你要让他转牌停枪 这个几率确实不高 所以也是看得出来这个转牌 Mac X经过了一些考虑 他觉得不用说打的在尺度上太夸张 但是还是多少高低得动一枪 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算是 然后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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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枪三千六下去呢 五七那边就走了 但是维克特毕竟是全无两队 啊带顶队的这种两队啊 以他的一个马量 奥利呢 完全正常了 up to you kosman is up to you i hate i hate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up to you i oh my god gosh everyone wants to run it twice but they say they don't care you have two pair OK 反而还是那句话 就是在这里打光 因为还没有出最后一张啊 所以在发牌次数方面呢 两个人也完全可以协商啊 根据发牌次数的协商来决定几回 you oh my god victor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最后是一个 评分的情况 一人演一遍 好 第一遍是mikex赢 第二遍呢 是victor赢 总体是呢 现在双方就形成到了一个评分 v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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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opens the door let's us in roger goes to the bathroom i go walk around seeing all this money all these paintings is amazing huge gorgeous victor and the other guy goes to the bar so all of a sudden i got a red versafson shirt on my hair slot i can't even fall i have to call i have to call i don't know you can call i call i call 那这个时候的一个a狗选择全压之后 bottomay 在这里是七八 来在这个时候a狗跟七八之间的对话 我们来看一看 k34两张方片 转牌是6 啊 那么这个第一遍是由a狗来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遍 七八有没有希望呢 哎现在这个七八三是比a狗大 that's good for now and that is no longer good victor you need to eight 哎 转牌这个a狗 a 一拨三折 chop pods chap pro 他平时除了点赞订阅之外呢 也可以按一下小铃铛 这样当我们有精彩视频的时候呢 大家也是可以第一时间就来进行这个观看 part of the reason is look at these starting hands they suck come on tawny feel some coolers mike x open-ended mayhem top pair no kicker look at luda he's got the nine deuce i's full dude mike x呢这八卡在里头有两头上的概念 call 对 mayhem来说呢 确实这个没有鸡脚的顶对啊 也不太适合去轻举妄动 chat it's not being a total hater right now mike x loves that river card 直到最后呢单八成胜啊 mike x呢是真的拿到了胜 就真的拿到胜子之后来这么一枪一千五 啊作为单八成胜的最后排面 然后加上呢 mike x呢目前也就是没有踢脚的顶对 这时候呢就是毫无疑问 像我们平时所说的 那就叫做是蔡塞勒 这样的一个蔡塞勒相对对于 还比较谨慎的mayhem来说 他决定呢还是不去 Luda I just want what's best for jeremy what are we doing here 来我们看一下杂斯的六七啊 加注到了400之后 还借个位置k圈 990 翻排圈直接是一个abb的排行 boogie two overs in a gutter he's gonna have to call this boogie also has a back door flush draw 所以名三条的八九来说 打了这一枪被跟住之后呢 转排这个花色 呃因为有三张黑头 看看会不会控制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去确定 现在这个黑头啊 呃他跟对手的一个关联的程度啊 是否在范围上真的有更多的一些匹配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呃4500这个地区 就那动还是动了最后 但是他动了1500呢 也算是有所把控 啊因为说实话 他对于这个具体的情况 也不是说一定多么的有谱 最后八九是一个forst的排行啊 K圈的实在是没货 哦哦 boogie you're not gonna like this ok wise check 反正从我们的视角会知道 八九虽然自己很大 但是由于对手没什么牌 所以说他要在k圈身上去拿价值 可能啊可能比较难 F-word good for you 他确实也就是只能是货的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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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圈三三我们来看一下转排是一张方便死 That's Santa Claus he loves strawberries oh i have bugs pretty easy call here with the combo draw what raise 哎呦Key拳这里的1200同色35啊 作为自己视角上的这种顺慌上抽呢 也是非常强势的夹注到了3200 when he's not mumbling 啊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可以尝试一下一些更多动作的可能性啊 毕竟来说自己的一个保底啊还是值得去玩一玩 那最后来说呢出了一张红套鱼 确实他就是同色35的奥子 boogie does 啊 啊 what a night 啊 这个35呢打的这枪5200啊 最后可以圈奏一顶队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属实还是挺难受的 这种时候确实是很多人 是会产生一些犹豫啊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最后的花色 它的敏感程度就是这个样子 那路上呢 确实包括也是 我们看到过一些你来我往 所以这更加会让K圈觉得 自己这个排力到底如何啊 在最终已经是 不太好确定 但是他还是上了 还是上了 还是觉得说 要看看答案 那没办法了啊 A78杂色命 其实这么多人的这种底池里头呢 有的时候你还真的是 不太确定 就包括说像 比克军这里自己的这个A2啊 自己的地位到底是怎样 还真的就不太好输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尤其多人底池的时候啊 一些谨慎的情况出现等等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质量的质量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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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VICTOR想要成为一个英雄 尤其是VICTOR想要成为英雄 也是圣神丽丽丽的就这么卡进了 就这么卡进了 那最后来的这枪4000 由于底池人数真的是中多啊 所以比克军这个A2在这里跟住 一来自己的排力 在最终其实是比较一般 二来呢 其实后边的人数也不少 所以这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冒险的行为 当然了我们看到他跟住之后 其他人也就不上了 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本身啊 其实相对是有一定风险 哦 来我们看一下A圈二两招 黑桃啊 I announcement the comprehend check bet at least call turn 3 and we have a huge pot 转牌是一张十 呃 这个四五来说呢 反正他就是看到三才行 对于他自身而言 那么张三我们也知道挺难出的 包括A3狩猟挡张三 但真的出来的话 双方会形成到有点排喷排的 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也是要看缘分的 就是这来自于齿的 最后没到的情况之下 也是MACX要用空气来炸 为了我做这来自我做的 我都开始因为我认识了 You're calling Both Victeur and Mike X Drew Luda I can beat Pocket Jokers I can beat 4,5 I can beat Pocket Jacks Pocket Jacks is not bluffing here I don't think Mike's seen me hero time and time again 3Fiveilim distribution 3DeuceandDiamonds, everyone can get it 来看看这个最后的 1万A3怎么想啊 他也知道自己纯粹 如果要去 搞的话 就是一个纯粹的抓扎行为 到了这个层面呢 有一说一啊 猜猜乐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虽然说卢大克里斯其实对 麦克克斯也是比较了解的 毕竟也一起打了这么多场 但是你要说具体到 短期的这种具体的手牌呢 他还是会非常猜猜的 这点没办法 好猜猜的还是抗了这一抗呢 呃在最后由于这一波啊 打的还是核牌有一定力度啊 因此这个抓扎利润还是真的比较不错的 mike repping a bigger ace 嗯 嗯 I'm not sure about that one this is called how do you get the pots for 1800 with jack seven all direito Jasmine didn't four bat 非常 erase 者 look at this 猜azashi whose hand is best âlixon have a gut shot to go along with his two overs 10勾6两张草花 这个时候的K圈是下注了2600 对于AK来说 目前卡圈啊 A圈那是卡K 我们看一下勾7作为顶对 那么而且四人抵持 然后踢脚也不是说很厉害 又是我们常说的这种 有点尴尬的情形 当然了相对来说呢 它是处于一个button的位置 可能这个位置多少给它可以 稍微扳回一些分数 就是它可以 看情况再做自己的选择 但是就这个牌力在多人抵持 这样的一个戏机而言的 目前牌力是真的并不算好 当然这里就是我们常说 还要结合马量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特别短的马 然后也就这样进来了 然后又看到底队 那你似乎就没有包 但如果你的马量 或者说有人跟你打的这个 有效马量深度 只要有一定的比例 你还是会觉得说 单次的容错率 给到你一定的压力的话 那么这种勾7的话 它就会非常非常需要谨慎 非常需要提醒 非常需要提醒 我觉得太过于的兴奋啊 怎样呢 因为万一能够多片行一个是一个 当然这个只是 我们对娱乐来说的这个想法 实际上的话呢 反正这种时候你们要能够打光 其他人是非常非常警惕的 那么K圈呢 作为自己的第一视角 顶对加两头顺对吧 然后他现在推是推在了 Mayhem的一个A圈上 那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撞上了 你推在这个相对钢板的牌上 那么只能是认 那好的这把牌呢 Mayhem的A圈啊 也是有了一次成功的翻倍 有的时候你要翻倍呢 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机缘巧合的 就像刚才这个A圈 又K圈推上来是吧 那这不是说你想有就一定有的 这个东西 也可以用中国的这句古话 刻遇而不刻求话 去形容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翻牌圈啊 目前是一个四人底池 566 哎这个和微秒78的两头顺单 这个排名毕竟是A比比 对于A3来说呢 又是抽花的 而且其实在这个时候啊 一家打一家瑞子的话 58和22都得走 但是就像78做了瑞子 然后回到微克特的视角 它黑桃A3 它是会留下来继续战斗的 A3 这一张黑桃G 这下好了 对A3来说呢 它也是形成到了自己想要的 鹏花牌型 只是说结局如何 我们还是要稍稍再等等 因为包括说七八 我们也看到现在后卫过了 然后到了和牌 他如果没有太多的念想 比如说对手前卫打他负了 对手前卫如果过 他也觉得自己可以过的话 那么这个底次就没有太多的 我们想象中的发展 就到了这里 激烈成都依然还不太确定 5725的底次 我们先来看Vicca打多少 5000 那这个其实对七八来说 是完全可以有气派率 因为从比例上 再稍稍多一点的话 就奔着像满池这样的比例去 所以七八在和牌的这个气牌 当然是正确 有的时候自己中了一点 但是中的不大 是吧 那还是需要有一些理智的这种处理 是吧 对 我 去 你 路德 是 你 就是 他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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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顶队28进行一个跟注 79那是一个两头胜 79两头胜是做了加注 这一期当中听牌有一些 打得更激烈一些想法的选手不少 当然他们也是去根据说现场的一些 选手他们认为这些选手怎样 是不是会吃更多的套路 或者说他们对于这一个对手历史上的一些了解 那么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打法 我们也不要不了解背景 或者说其他情况都不知道的时候去照搬照照 那个是有风险 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具体想法的一个依据 然后看似他有一个 就是打得跟我们平时想法略有不同的情况 实际呢他可能是依据到了过去的一些历史信息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点很重要 这点很重要 德州嘛他就是一个相对的游戏 由于卢德这个进攻其实比较逊本 然后对Viktor来说呢 现在排力其实也就这个样子 所以他的整体的这个犹豫啊 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但是由于可能卢德克里斯的形象在他的眼中也就这个样子 所以他即便经历了一个相对的长口之后啊 还是选择了更进 但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核牌 我们先要来看核牌就是究竟 卢德克里斯会不会炸 然后要炸炸多少些 要炸的话要有威力就只能是奥零了 这整个过程如果是实牌的话 打的像不像set是不是很像 我flop就给你 比如说用66set或者88set做raise 然后转牌继续进攻 核牌呢我66set的话是炸弹啊 我88set是flop 尽管很极限啊 但是我的意思 如果要真的的话 就是那种情况 那么那种情况呢 似乎显得是比较两极分化 看来还有就是像68的小两队 flop可以raise转牌继续打核牌 变成佛奥斯 配尼奥运 啊就是这种 整个流程像极的核牌 就是非葫芦 即炸弹的这种情形 而勾圈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作为flop的这种定队 他其实面对这个场面 他抓炸 如果对手是炸虎呢 确实很多时候自己圈一队是够的 那如果对手不是炸虎的话呢 在这个盘面对手走出这种流程呢 很可能你中k都不够 I didn't like the torture last time 所以说 在这里 他就是在抓与不抓之间去做一个纠结 我们再重复一遍 就是如果 在这种极端行为情况之下 你要不够的话 可能你中k 你都大小不够 你要够的话 你现在中圈大小 肯定就够了 因为当对手的范围 基于向两端扯得很开的时候 对吧 对吧 哎 那那你的这个 情况啊 就是说你中间的牌里很多时候 呃 他就是很多人 爪杂纠结的 情况 那这时候如果你的牌太少了 那当然也不用考虑去抓 他呢 毕竟来说曾经flop也是 也是顶队嘛对吧 8X的 Diamonds I should have filled with the flop Leave them alone Luda Leave them alone Luda Let them get the courtesy double up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Luda Don't go Hannibal Lecter on him Luda Don't go Hannibal Lecter on him Luda If he calls me with 7.5 high and beats my 4.5 high That would be beautiful That would be beautiful Come on Vic Tell me what you got Don't make me sweat it Tell me if you have at least This is Hannibal Lecter 这时候貌似他还是决定要稍稍的 犹豫一下 You can get a read on me I didn't I didn't like the last time he had a set I was really sad He has a set I quit poker So you won't see me again I don't have a silly I have one pair There you go Chris Right One pair is fair One pair is fair One pair is fair I almost said one pair is good Because it is Because it is Go on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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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ing a great price Five minutes left in the stream Two and a half to one It's Muda He's been talking a ton He never talks a ton when he has it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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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Re doubling Five mogę Five iet 这个手带可以猜一下他会不会抠 哎呦 抠了 这个抓扰可能让路到贵斯觉得 哎 其实没办法了啊 好的 这场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啊 数据呢 后续也是打在了公屏上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的收看 那我们下场精彩的节目也是不见不散啦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来自拍市场上来自拍了 宝贝斯歌词然卸购物败满是贵的 金人的购物败满了 迪违汇市场上来自拍的 观看在相机里上最多的 也很相声 Before they put out 我和你赡,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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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坧 talk to me tomorrow for a high-stakes